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位特异大师 一位是来自成都的郑维彤 与来自浙江队的赵欣欣最终在决赛遭遇 那么这次比赛也是采用了进入64强以后的这种双局单贷淘汰制 也就是说单淘汰的 应该说这个比赛也是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 那么两位特异大师进入了最终的较量 一共是下了六盘才分出胜负 那我们就精选了其中的几盘呢 和大家一起呢 来慢慢的这个回顾和欣赏 我们首先带给大家的这盘棋呢 是慢棋的第二盘棋 对 这个张老师 我觉得这个个人赛今年是改革了 已经赛制 不像去年这个双方 就是说大家还就是说觉得不会压力特别大 今年就是个人赛的决赛呢 每次双方较量的时候都是至少最多能下七盘棋 对 所以这一次个人赛应该是对体力与脑力的双重的这么一个较量 这盘棋呢 吴光采用的是三兵体系 足三棋 那么两个人纷纷的战胜了各自很多强劲的这个对手 那么这次比赛呢 也爆出了一些冷门 像来自这个辽宁的这个钟绍红呢 就一举淘汰了蒋川和王天一 也使很多这个棋友呢 这个觉得这个非常出乎意料 对 那当然呢 他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呢 就输给了这个谢静 终究呢 还是没有取得特别好的这个成绩 但是确实通过这一点呢 我们也看出这个比赛呢 也是非常的激烈的 红方 马八金九 足夷进一 这二双方呢 就很快形成了五七炮 对这个平方马最常见的啊 这种三兵 三足的这种开局 嗯 郑维彤呢 应该说是布局呢 也是轻车熟路 他走的呢 比较堂堂之刃 打算采用的啊 这种最流行的布局呢 来进攻郑维彤 赵兴兴呢 这里呢 他采用了一个比较 相对不是最主流的这个走法 走了一个马二精英 对 他实战是马二精英 一般走的最多的 目前来看呢 就是走向三进五最多 哦 相三进五 哎 张老师 这个棋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嗯 就是最早的时候 大家可能对向七进五的变化更熟悉一些 这个 向七进五这个变化 现在慢慢的就是走的人少了 您是对这个变化是怎么看的 这个棋呢 就等于是红方呢 这种三兵体系啊 往往是 嗯 采用了一个整体的缓攻的这种阵型 他不像七兵那么激烈 对 但是呢 红方总是有一些小小的先手呢 对黑方呢 有些牵制啊 和这个威胁 他整体的进程呢 不是那么快 对 那么至于呢 走到这个阵型下呢 就是黑方呢 主要有四种走法 一个是足一进一 对阻打开 对军兵 另外呢 就是补三项和七项 不像七进五 也就是左项呢 在九十年代啊 非常流行 那么最主要呢 红方后来出现了马三进四这种 先手攻击中路的这种走法 但是现在呢 黑方也找到了一些办法 嗯 原来赵欣欣呢 也是比较喜欢走像七进五 然后马三进四 居进三 哦 他也是喜欢这个 对 他也偶尔走一下 嗯 七项呢 来讲呢 应该说也较为合理 但只不过呢 现在大家对这个变化呢 没有特别深刻的去钻研 现在这几年是向三进五 非常流行 嗯 可能更喜欢这个飞三项或者是 呃 马登鞭兵这些变化 马登鞭兵呢 是最近两年呢 这个走得多了一些啊 以往大家都觉得这个马走到边上去 容易把这个七子呢 走偏了 对 这其实确实也是 如果一旦呢 运转不好呢 就是容易的偏离主专场 带来一些后患 嗯 那么赵欣欣呢 这个一根人很大啊 他对这个布局呢 也是研究的非常啊 深刻 他走马尔吉一 就采用了这种啊 反击的这种手法 那么红方走 炮七退一 早先呢 就是炮进三走得多 这种手法呢 就是说 也是利弊三半 好处呢 就是先得了一个十位 但是不利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炮打住了去以后啊 这个后续的力量呢 不是特别的有劲儿 黑方呢 也有走足以进一的 也有走距禁三的 距禁三 啊 呃 就是这两种变化呢 黑方呢 也都是可战 嗯 那这个变化由于太多 我们就不给大家呢 这个细讲了 可能炮七退一 也是想保留变化 以后也可能会炮七平三啊什么 相对呢 含蓄一点 就是说的 这个中国人讲究呢 这个啊 但无虚发啊 兵法里边有这个理念 是啊 就连红方呢 不急于呢 把这个子力呢 冲出去 而是躲在自己的阵营里边呢 来进一步调整 他想这个啊 后继勃发吧 然后黑方走居一进三 红方 红方居九平八 黑方炮二平四 红方居二进五 居二进五呢 也是一个比较凶困的这个功法 准备吃足或者居二平六 来看一下黑方的这个啊 表态 嗯 不过这个棋 啊 他是先足以棋一回过来了 对 好像是先过病 这没关系 嗯 就具体平八他足以棋一嘛 然后 他先保住这边嘛 他先抱着平四也可以 其实都关系不大 啊 这个地方呢 就是先走哪个 后走哪个 目前来看的差别不是很大 嗯 第一盘棋呢 这个双方呢 就是赵新和郑维同呢 双方打成了平局 对 那么这盘棋呢 也就是在11月30号下达 对 上午 然后两人就是决赛的第二盘慢棋 对 那本次比赛呢 刚才我们已经向大家介绍了 是采用这个单败双局的这种淘汰的走法 对 也就是说两个人要下两盘慢棋 嗯 慢棋如果打平呢 就再加赛两盘快棋 快棋打平就是两盘超快棋 对 如果这六盘棋两个人全部这个占平的话 嗯 那就下到这个第七盘的决胜局 决胜局呢 也就是说采用这个红和盘负啊 但是红方的时间呢 会多一点 对 但这次比赛呢 就是也险些呢 下到这个第七盘 好 我们接着看这个棋局的变化啊 嗯 走到这儿呢 作为红方来讲呢 可以走绝二平棋 杀兵 那黑方可能会向七进五 然后你居七平六 他在石榴进五 对 将来红方在居八进二啊 保留炮五平棋啊 来这种叠炮 打门攻 但是黑方呢 也有一些反击 黑方走炮八进四啊 嗯 对 红方也有牵制 对 挺复杂的一个变化 嗯 但是赛前就是我看这个棋也挺有意思 嗯 就是说 居二平棋吃兵这个变化 就是两位棋手在个人赛之前 已经架段过两盘棋了 都是以合棋高中 所以这盘棋 他们俩又较量一次 而且郑维同走出这个 居二平六的一个 很 我感觉是一个很吸引的一个走法 张老师 您对这招棋有什么看法 这招棋呢 其实也是出现的比较早 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布局本身呢 它不是最主流的布局 因此你看高手下呢 你有时候就能看到他们下这个变化 有时候你就看不到 因为他有时候走不到这儿 那居二平六呢 应该说是 郑维同呢 这个潜心这个研究 可能是专门针对赵欣欣的走法 嗯 就是红方这个策略整体上来看呢 他比较稳健 他没有这个吃兵凶 对啊 吃兵凶 但是呢 就是说 红方呢 可以呢 稳步推进的获取一些小牵手 我是这么这个看的啊 就是他首先他把他炮封住了 对 黑方也得补齐啊 对 十六进五 本次比赛呢 是在这个湖南这个长沙旺城区这个进行了 呃 这次比赛呢 是由这个湖南的天龙制药公司呢 这个贯名赞助的啊 对 那么本次比赛也叫天龙力行为 那他这个力行呢 就是天龙制药呢 本身呢 出的一个产品 主要是这个人身这个提神的这个精油 这个本次比赛应该说这个组委会呢 也非常的周到和细心 对 在那个饮食方面 还有那个骑手啊 他就是去比赛期间 就是说大家特别关照 尤其是我们骑手 他还特意发给我们两瓶这个力行 这个精油 然后比赛的时候 我一看赛场大家都在用 都在提神 他这个精油应该说的质量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大家用的效果呢 感觉还是挺好的 主要是能够帮助那个人疲劳的时候提起精神 对 那本次比赛呢 刚才唐达也说了这个火石也非常好 住宿条件非常好 是在这个长沙旺城区的这个华天大酒店 而且比赛的这个环境也非常好 那个赛场啊 非常的宽敞明亮 对 这个另外这个组委会呢 也想的非常周到 包括我们所有这个骑手 还有各个队伍的这个接送 以及这个比赛期间呢 组织了这个参观活动 车轮战与这个小朋友进行指导 还有特别请胡文华老师来这个签名授书 等等 细节方面呢 想的非常周到 对 此外呢 这个赛场呢 还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精美的这个糕点 也是由当地的这个绿色食品的这个公司 这个赞助的 总之呢 这次比赛做的非常的圆满 应该说是为个人赛呢 这种组织呢 也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好 我们接着来看那个对局 红方居二平六以后 黑方走石榴进五 那么红方怎么去进攻 红方这个旗呢 不能容忍黑方再向其进五了 如果黑方再把气象补起来 红方这一带呢 就在左翼呢 就不好这个动作了 因此红方这个旗呢 要刻不容缓的采用进攻 红方 采用冰淇淋 这招骑呢 就是说比较凶啊 把骑兵呢 气给对方 那黑方也只能把他一退三 然后红方呢 在借力使力 马九进七 向上走 这儿呢 红方这个马呢 就随时呢 准备呢 将它向中共跳呢 进一步呢 来啊 借着攻击黑方三路线的 这个机会呢 来发展先手 这应该是红方已经 赛前已经准备好的一个变化 对 这个棋呢 以往呢 就是网上有些对于呢 黑方大多是走向其进五 因为这个向主要补的 对 飞向 然后红方如果走泡五瓶酒的话呢 黑方可以再走出一瓶二 瓶泡 对 把足送掉 对 然后那就取八进三 吃掉它再拘一进三 好 这儿的棋呢 就是说呢 黑方还是有比较强的 这个抗航能力的 那么实战当中呢 这个 就是说如果 另外呢 就是说 你如果不走泡五瓶酒 红方就说 他也没有 一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动作 对 红方这个马酒精机跳上去以后 就一直有泡五瓶酒这种走 对 那现在呢 实战当中呢 黑方的这个赵西新呢 可能是在决赛期间呢 他也是想 这个 求胜心切吧 对 他这个反击的这个节点呢 我感觉就是早了一些 他等于直接来浸泡 打这个马 他更好的方法 还是先把自己的阵型稳固一下 他虽然说避免了红方这个炮五瓶酒 就暂时啊 对 但是呢 从长眼上来看呢 这招棋本身呢 他的效率比较低啊 后来他又马上就跑退回去 所以这招棋呢 后来重复了 走吧 由于这种赛制 两个人是在 不断的揣摩对方的这个心态 而且这个对布局的这个研究 在终局当中呢 两个人是看看谁能够更加的心平气和 把这个招法呢 走得更合理 走得更深远 因此呢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给 这个棋手自己呢 带来这个影响 一方面是本身计栅树上的 另外呢 还有很多这个心态上的 对 那么从这一回合的较量上来看呢 黑方这条棋呢 操住过局 那么红方马 这个中马跳起来 黑方呢 也只能赶紧 对 这个棋是没有变化 红方 这个时候又泡武瓶就打了一下 红方泡武 就是这个 平炮打狙这个变化还是 他打狙的目的 如果你躲狙 他可以飞向去飞你这个马 这个马反而尴尬了 那黑方只能足以平二 只能平兵 红方去把这天吃掉 这儿呢 应该说这个整体局面上来看呢 红方就是获得了 比较满意的 这种出于攻击状态的 这个形势 对 那到底 后市如何发展呢 那好 我们稍后呢 再给大家做 精彩的这个讲解 应该说呢 这个时候对于黑方呢 是比较多的考验了 实战当中呢 黑方走了一个炮八退二 这招棋呢 又是太重复了 因为黑方这个炮 上一招棋刚进来 所以说黑方这个棋 应该走狙进三 先把狙点进来 对 如果你飞向 飞塔 它可以 有狙平四这个手段 平狙 它有绿狙这个手段 这样这个马还是挺安全的 这个棋呢 如果你马五进七 那么黑方也可以把你飞掉 飞掉 飞掉 你狙八平气吃呢 黑方再向三进一 对 这看起来呢 就是说黑方这个阵型呢 有一点虚浮 但是呢 也只好这么下 因为飞起来后 还有炮子平三这种反击 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对 但是可能临场当中呢 赵欣欣呢 不太愿意接受 这样的这个局面 但是呢 这个形式呢 就是 对 他走 泡八推二 对 他也是可能想 现在就 保住这个三足 并且这个 有组五金一的这些走法 对 但是他现在来不及了 你叫黑方 能抢组五金一 当然可以了 对 那红方先走 红方就正好把马跳下来 马五金四 紧逼 黑方 只能俱二平六 没办法 这个时候 红方走的也非常好的棋 他先走 泡七瓶九 先把那个G啊 打暗 黑方这个G 只能G一平三 这个G啊 进去以后呢 红方才有更多的这个动作 我们看啊 红方先 卧一将 黑方只能电 红方就把它吃掉 这个棋呢 你如果G六平七吃 红方呢 可以在G二平六回来 这个三路马太 太危险 比较危险 对 下部一飞就把你捉死了 对 那么黑方呢 先跳一江 红方炮九平六 平炮 对 哪个 吃哪个呢 那相对来讲 还是这个 浸泡好一点 因为吃这个的话 他怕他将来去 G二平六 他只有这个G二平六走 对他吃 所以他 他也只能这个 只能这个 炮 对 四斤六打掉 然后红方G八推二捉 G八推二 这个棋呢 作为黑方来讲 就比较不好选择了 对 他临场呢 选择马四推六 也无可厚非吧 如果马四推三的话 红方这个 一江G八平四 把黑方这个子力 全部牵住了 是啊 黑方还有G三推二 将来呢 红方可以下体炮 三龙马也可以出击 对 总之呢 两个G都受牵住 对 红方的机会要多一些 嗯 那黑方临场走马 四推六 但这招棋呢 就给红方呢 一个比较容易的啊 就比较明显的这个啊 得适的这个机会 对 红方实战当中呢 走的也很好 他走的比较深远 实际上还有一个 非常简单的这个走法 就是红方啊 马上就占优的这个走法 一江 对方只能退市 退市 红方G八平六 G八平六 这是一个偷杀 G二平四 要砍死你 哦 有一个杀法 有一个陈牙君 你只有 就有平息 然后红方下底炮 下底炮呢 要吃这个李氏 你这个卧槽将都没有用 他就上帅 对 这个骑黑方就只能 只能G七平四 送鞠 送一个 然后吃掉 对 这呢 我们就是 招法就不用向后摆了吧 对 就说你只能去吃鞠 他杀一江 然后他把炮吃回来 能够白吃一个事啊 冰乳也好 对 这个骑应该说 红方的优势呢 就比较简明 可以非常简洁的获得这个物质上的和冰乳上的优势 是 那郑辉彤呢 可能也看到这个了 因为这个骑并不是很难 郑辉彤想着呢 也很深远 他走的招法也非常不错 对 他浸泡一打狙 浸泡打狙 那黑方不能颠炮 颠炮一僵 我就把你狙打掉了 对 黑方只能事物退六 对 然后他又狙八几六 继续这打 继续持狙 利用他这个狙不能动的这个特点 他只能狮死进我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狙二平六再调过来 准备炮队一僵死你 他只能狙三平一跟住 这一段呢 应该说红方走的还是非常的精彩的 黑方很无奈 这个两个狙都受签 然后红方 匹马 前进 在看这个棋实战的时候 正好我也去了赛场了 我一看这个棋 黑方这棋不好下了 基本上这个红方 剩机很浓了 对 黑方两个狙 位置都很差 但是没想到后来 这个赵琪琳还走的很顽强 他狙七退一 他只能先把狙先躲开再说 因为出的险地 七八平六 对 这个棋平狙呢 也可以实际上 他还有一个更好的走法 就是简洁嘛 一登兵 我下部剧八平六 你挡不住 对 黑方只能走四五推四 因为他 赶紧落势回来 然后你剧八平六 你叫杀 然后就把象登了 哦 就是象还是丢了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不给大家细讲了 他把象登了以后呢 黑方只能走剧一推二 二德去 一剧二 一剧二的话 这个残局 主要是兵种不好 对 还有一个呢 是残象 所以说红方的剩机 也比较浓 那张维彤呢 也是没有采用这个走法 张维彤现在 我发现他有时候 这个下棋还是挺凶狠的 是啊 他想这个利用大死的进攻呢 直接把对方呢 置之于死地 对 那么 那么看黑方两个剧 黑方也很无奈 足五级 还有红方马四进六 对 正好这个 继续关着他的这个一徒 对 这个马六进七太厉害了 对啊 所以他也只能马七进五 马六进七是一个杀 绝杀 对 而且吃狙 黑方走狙一推一都来不及 他还是 还是可以跳 还是跳 还可以登向 都可以 对 吃了这个炮 底下有劲 那黑方只能 马七进五来守住这一点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 作为红方来讲呢 就是说 如果马六进五 当然是 那可能 这一般就不愿意 对 黑方可能狙一进二 这个 对 黑方有这个狙一进二的可能 对 这个马反而很尴尬 对 你不一定杀得死 对 那这个时候 红方先走狙六平四 他先把这个草马呢 赶走 他想呢 这个沃草马老对他是一种威胁 对 这也是非常必要的过门 黑方马六进八 然后他这个再狙四平八 对 这样子 黑方也没有什么威胁 红方的 他主要下部级 准备下体狙 你狙一平三 你走不开 低炮浆 你如果这会弱势的话 他就可以马六进五了 这是个先手 对 他是个绝对的这个先手 对 这个棋 我觉得黑方实战也是很顽强 黑方他也没有办法了 他下部级七 对 他想把这个狙一赶走 这个时候 红方居六平七 对 实战是居六平七 对 也是可以 就是说 张维彤呢 就是在攻击的时候呢 就是在有各种各样的选择的时候 他选择的呢 还都较为正确 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攻招呢 也同样可以呢 这个占优 乃至最终的获胜 就是这个棋红方 还有一个比较精妙的 就是棋鞠 先鞠后鞠 陈几鞠 那黑方也只能马五对四 因为他鞠平三的话 他也挡不住炮豆筋一啊 那下一将 上一将 黑方只能 是 嗯 马六进七 有一个先棋后取 十六进五 他还不吃这个鞠 吃这个鞠呢 他鞠七进二呢 这个鞠还能够绕过来 还能完全防守 对 他炮就平五 这个 正好这个底试呢 他守不住了 试相都 对 都把他摧毁 红方 聚七平六 再一将 通过这个 连贯的这个手段呢 可以把黑方的两个试 再一次吃掉 等于这儿 红方呢 应该说呢 这个物质上就比较占有 但是黑方有一个反击 他会居一瓶六 居一瓶六 先躲一下 红方只能支持了 黑方可以马八进九 叫 叫杀 他有这么一个反击 对 但是红方呢 可以通过 马七进六一将 那降六瓶五 吃炮 会一将你 然后在这三瓶六 把你马吃了 这样子 把炮呢 跟你黑方的这个马换掉 然后形成鞠马 就鞠马 但是红方呢 由于多了很多事项 应该说这个残局呢 胜机也很大 或者说基本上就是盛势 黑方也挺难防守的 对 这个走法呢 就是说红方可以呢 通过这个子力的转化呢 来获得优势这个残局 郑维彤呢 可能觉得这个嫌麻 是不是嫌麻烦呢 还是他临场没有完全看准 可能看到居六瓶七 也还不错 也很凶 他居六瓶七 然后黑方也只能先落个室 先赶紧先守一下 对 他也没办法 红方炮就乒乓 这一直不敢落相 马六进五太厉害了 对 你先回相 他就马六进五了 对 双鞠炮就形成了这种杀棋了 对 索性的鞠于平四 然后黑 红方也就 红方还挺狠的 就直接就气字了 这肯定是 这招棋啊 吃马不好 吃马这招棋 险些呢 赵欣欣呢 就是直接就败北 他这棋只能走 拘棋 更冷静些 你泡哇 进一 然后他拘棋 反正这个棋啊 他也不太好 但是这样呢 还给对方呢 一些获胜的这个难度 对 所以说红方呢 要想取胜呢 还没有那么简单 可能走得要更好一些 对 这个是最顽强的啊 这个棋呢 他吃马了 这个棋啊 实际上就不好 那么红方这个时候呢 可能也是前面 花的时间太多了 对 然后这个到临门一脚的时候呢 这个郑维童呢 走出了这个软手 他走了一个炮八进衣 他走狙狙退衣 应该走炮八进衣 炮八进衣呢 这个棋就可以基本上 锁定这个盛势了 对 因为现在要抽狙 你如果上将 上将呢 他危险 他这个狙将啊 不 他不讲 你狙八进衣 狙八进衣 抓你 先捉一下 你这个马很痛苦啊 这个马没有地方去了 不好定位 不能马五推四 马五推四 炮八平六 你马五推七 他也是炮八平六 你这个狙就丢了 炮八平六 七路很危险 不是很危险 你现在就丢了 你你掌一步 他狙一将 然后对掉一个狙 再一个 再另一个 狙再点将 就是你这个狙就丢了 对 所以他抓这个马 黑方这个马 就没有没有路可逃 你马五推六 他 对 他就狙狙退一 提一将 就把你的马白吃了 对 不能垫狙 炮八退一 那这个棋呢 你不能上将 那走什么 那他只能 只能狙逃 那红方提一将 狙去他提一将 提一将 他只能知识 然后红方再炮八平九 再平八 反正你这个两个马 就不着急 跑不了 我上马也能吃 下马也能抽 对 你要马五推三的话 我就尖两军 把你这个抽掉 把你这个马抽掉 对 把你威胁的马给吃掉 对 而现在我要 狙沉一将 带江去你这个马 所以这个棋应该说 红方呢 取胜呢 不难 非常非常可惜啊 这个郑伟从前面 这个中区走得都 非常的准确 就是到了最后 这个走法的时候呢 对 这个差了这个 至关重要的这一环 应该 他想 他居七退一 可能想先控制住 这个局面 但是呢 这个棋子一下 出了一点小变化 对 好 我们来看 他居七退一 居七退一 然后 黑方是马五推四 对 这个走得特别顽强 这个 这部棋 这招棋可能是 这么一通忽略了 对 因为你要是打掉的话 就是黑方就整个呢 缓解了 你要是一江滩 有可能上降了 上降呢 你刚才那 啪啪啪啪那些动作 就没有了 对 所以这个棋呢 等于节外生枝了 红方等于前边 走得非常精准 那么就由于这个 一个回合呢 没有走到位 把这个大好形式呢 不能说葬送嘛 反正是基本上呢 这个前边的努力呢 应该是白费了 对 非常可惜啊 当然说两个人 这种单挑的这种啊 决战呢 可能这个心理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尤其是第二盘棋 对 压力肯定更大一些 对 因为这盘棋 无论谁胜谁负 对 就将意味着这个终绝比赛 而获得这个锦标了 那好 我们看看最后他们两个人的 这个招法 红方就先平均捉了一下嘛 他保住 对 然后 然后这时候 也没办法 他就说的 看到这个棋呢 不好控制了 他就是采用的 他也走这个 对 然后他是 炮六平三 炮六平三 他向一回 向其退伍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 由于红方这个子力 也是受签 他索性的摆脱签制 那这样双方就接受这个 平衡的这个局面了 对 最终握手言和 对 好 那这个棋就简单了 他最后把马吃了 所有双方形成 居兵残局 这样呢 就下成了和棋 那这盘棋呢 尽管紧张激烈 但最终呢 还是和了 对 那稍后的节目的里边呢 我们还会给大家 继续介绍他们二位的 争夺的精彩的对局 好 朋友们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